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呢 刑满之后还必须要有一年的兼外看管 卖假货真的是代价不小 千万不要为了这些钱而触犯法律 那带你来看看比较可爱的画面 这是法国东北部城市麦次 他们举办了世界的热气球节 有全球超过500颗热气球参加 你看代表我们台湾的偶熊也参加活动了 跟各地热气球一起飞上天 非常非常的可爱 这个画面真的相当难得西京都爆表呢 还有也是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 就是这一位F1车神迈克·舒马克 他在2013年的时候 因为度假发生滑雪意外 已经陷入昏迷好几年了 在六年之后终于传出了好消息 据说舒马克已经苏醒了 还可以看到F1赛事的转播呢 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再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再带你来看看 同样也是引发大家关注的 就是《蜘蛛人》了 这在漫威的系列电影上档 看此来呢 接续里头的故事 真的人气还是还蛮旺的 不过很多人说看了之后 心里有一点淡淡的哀愁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头有一些 世代交替传承的意味 《复仇者联盟4》中举之战中 钢铁人东尼·史塔克 为了拯救地球牺牲小卧 其实同样的问题 大家也都在问 谁会是钢铁人的接班人 我们在结局结束《终于战士》 《终于战士》 的关系 《终于战士》和《终于战士》 是很特别的 在这五个电影里 特朗洛·斯坦克斯 在《《蜘蛛人》的《蜘蛛人》 中央在《蜘蛛人》 我们要看他们的旅路 看起来 《蜘蛛人》 可以在这边的灯 从《终于战士》 变成真正的战士 他一直是想起来 而且是因为《终于战士》 《终于战士》 《《终于战士》 是二个个故事 紧接载后的蜘蛛人讲述没有钢铁人后的地球 但与其说蜘蛛人是接班人 不如说东尼史塔克把科技与保卫家园的责任 传承给了彼得帕克 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东尼史塔克的司机兼保镖快乐 将钢铁人留下来的科技传递给蜘蛛人 包括这副太阳眼镜 Happie Hogan takes on a huge responsibility throughout this film Hey sorry I'm late Happie You look nice Thank you you too Thank you New dress Yes it is How do you know What just happened 与钢铁人保镖快乐发展出暧昧情愫的美省 打扮年轻有型身材性感 出亮相就掀起讨论 它是超资深好莱坞女星玛丽莎托梅 不仅曾拿下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跟钢铁人小劳勃道尼 还真的有过一段情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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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是的 我来 你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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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稚嫩青涩 如今玛丽莎五十五岁 仍保养有道 让人惊艳 在电影里 拉出新高度 而蜘蛛人中 另一个焦点 则是她 女星赞达雅 饰演的MJ 不是大家过去 在蜘蛛人电影中 看到的熟悉角色玛丽珍 而是全新的角色 蜜雪儿重撕 臭脸和爱唱反调 让角色中性又有想法 其实赞达雅能歌善舞 大娱乐家中 饰演空中特技演员 赞达雅出道十年 第二部电影作品 就被选为MJ 成为美光灯焦点 但接下来的焦点 还可能有她 饰演钢铁人的小劳婆道尼 终局之战后 就曾碰文说 想要钢铁之星来接棒 各界聚焦 这个新的女钢铁人角色 事实上 不管由谁接棒 蜘蛛人离家日 满满世代传承的意味 宣告进入新的英雄时代